天命颱風來勢洶洶 進到高雄桃園區每一條河道旁邊 就會看到怪手在做書菌的工程 也都還沒風雨的桃園區 在610水災當中 曾變成孤島的晴河裡 也都做了最壞的打算 黎明也都自發性的離開部落 安置到晴河裡的避難屋 只希望人平安 因為畢竟我們村莊比我們這個平台危險多了 所以只要一有風災我們的里民 幾乎都不用里長管播 他們就自己跑上來 這條通往晴河裡的沙拉橋 只要遇到大雨就很容易被沖毀 尤其是在橋頭的那一頭 只要是老農機一暴漲 就很有可能被沖毀 入一段晴河裡就形成了孤島 那麼目前現在區公所 也正在積極的 在颱風來臨之前做好萬全的準備 而在道路目前都還可以過的情況之下 以及先前的經驗 桃園區也已經有國軍進駐到區內 就是希望這次颱風不要有人員受傷 接著按燃燃燒 拉路高雄桃園採訪報導 與他們的行為 是